Hello大家好,我是溜溜 只有今天刚刚在微博,还有百度,头条,还有西瓜,各大app上面 赵忠祥老师因癌症去世 哎呀,好惋惜啊 就回顾赵老师这一生 做过好多有意义的事 还有几个人能像这样子呢 什么当年随邓小平出国访问啊 尤其给动物世界配音啊 还有今年上的就是我们的师傅 那段时间我还一直追这个综艺 但是今天就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啊 听着真的是很惋惜 希望天堂一路走好 可能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在这个影视行业工作过一段时间 就是深知就是这种工作 它其实真的是特别辛苦 日夜奔波的那种 很多很多啊 就是这一方面的工作人员 他们的知识储备量真的非常大 平常啊就是在赶路的时候通常都是看书 就是这个影视行业工作者 真的是抗压能力的极强 吃苦耐劳 就今年高以向那个那段时间去世的时候 我们在另一个地方工作 然后当时我们也是那种熬夜的节奏吧 就听到这种消息就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那种难受 就特别惋惜 因为在这个行业的工作 他在就是时间有的时候排档的时候 就是不是说那很轻松就搞定的那种 有时候真的是不由你自己 然后艺人各种感通稿 就前几天也有刷到什么蔡明老师 并且在 今年也上不了充满啊什么 就其实好些人还是就是 肯定是很疲劳很疲累 当然也是因为他热爱这份工作 但是希望还是要好好休息 请不吝点赞